南韩女星文景莹13岁演出韩剧《蓝色生死恋》 饰演宋慧桥童年时期,受封国民妹妹 前年2月惊爆罹患急性枪势症候群,手臂动了4次手术才康复 最近出席综艺节目和电影造势活动,脸蛋略显圆润 福泰外貌全被摊在阳光下,但她毫不避讳,反而觉得这样的自己更好看 9位出现在荧光幕前,南韩女星文景莹从车子上下来 缓缓走进饭店跟其他主持人会面,不难发现到她的身形和脸蛋圆润了许多 主持人VS韩新文景莹,本来就拍史剧比较多吧,对 字字句句让人很清楚听到,很好吸收,所以看的过程当中,想要再学习历史 文景莹相当谦虚,主持人有问必答,但不少网友都把焦点放在她的原论外貌 其实她前年曾离患急性腔势症候群,是一种人体组织发炎肿胀的症状 严重的话还可能的截肢 文景莹经过四次手术,手臂才脱险救回 虽然手术后胖了好多,已经没有衣服可以穿得下了 但身体康复之后,让她更加珍惜 文景莹与柳炳在参加韩国综艺节目 月线的家伙们,韩半岛片,探查江华岛的文化 明明柳炳在地,文景莹还要小一岁 却被粉丝戏称根本就看不出来 反而向兄妹,31岁的文景莹从13岁开始 就凭着电视剧《蓝色生死恋》饰演宋慧桥童年时期 为观众所熟知,之后更拿下许多演员奖项 盘新文景莹,会成为用心演戏的演员的 谢谢文景莹现在是出道以来最胖的时刻 但她很满意目前现况 毕竟自己也说,以前为了拍戏,维持体态很辛苦 身材真的太瘦了,现在从她努力做自己 不应外貌牺牲自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